大家好,我是George,我是Chi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设计模式的课程 上一讲我们介绍了观察者模式 这一讲我们将继续遇到观察者模式的一些进阶 好的,我们回到PPT 观察者模式具体细分还分为两种 一种叫推模式 推模式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被观察者对象向观察者推送主题的详细信息的时候 不管观察者是否需要通常推送主题对象的全部或部分数据 一般这种模式实现中会把观察者对象需要的信息 通过update这个参数传递给观察者 就相当于说我们在update这个参数里面增加一个object 把我们变化的信息传过去 这就是推模式 另外一种就是拉模式 拉模式呢就是说 被观察者在通知观察者的时候只传递少量信息 甚至不传递信息 如果观察者需要具体的信息 那么观察者主动到被观察者对象中去获取 相当于是观察者从被观察者对象中拉数据 然后呢一般这种模型实现中会把update的方法里面传入一个subject 就相当于说在update的时候把自己传入去 然后这样的观察者需要获取的数据就可以通过这个引用来获取了 这就是两种模式 好的我们还是回到eclips 跟大家实力演示一下 好的我们还是继续用上一讲的例子 observer 对吧 那我们首先先介绍一下推模式 推模式就是说我们在observer这个接口定义的时候 我们会把我们需要的数据都传过来 对吧 那所以说我们就要定义一个我们要传过来的对象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就叫weather 对吧 天气信息 然后它有什么东西呢 我们定义两个变量 一个是我们的温度 temperature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湿度 dampness 好的 那我们相当于说我们就在observer中去接收这个对象 对吧 那同理我们所有的实现这个接口的 这是我们的观察者老王跟小李 同样的就需要接收这个参数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需要再去拥有这个weatherstation的这个实体类的引用了 相当于说我们是在update的时候 它自己传过来一个我们的天气信息 所以说我们不需要再问它要了 好的 我们把这个先去掉 那我们weather就去获取它的还是获取它的温度对吧 小于林老王就穿于公里 我们的小李也是一样的 那它只需要一个weather上去就行了 那么这个时候它就是去获取weather的一个湿度 对吧 这样的 好的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weatherstation在发布的时候 在update的时候 那么就需要把这个东西给发布出去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就需要增加一个参数 就是weather 对吧 我们把这东西发布出去 当然我们的接口定义的地方也需要把它加进去 这个时候我们在真正的notifyobserver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我们在真正的notifyobserver的时候 我们就去把这个变化量给告诉它 那我们就去需要一个weather 对吧 然后呢我们把它的湿度跟温度都做一个基本的分析 然后通知大家 就把这个最终变化结果通知给大家 这样的 好的 这个部分我们明显看到是一个重复的 就是我们把封装成一个方法 我们叫做notify 好的 同样的 你这个地方也是notify的 过去系 当前类的deafness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明显搜索 同样的 好的 这样我们的一个推模式的 关上这模式的代码就写过来了 我们看一看跟之前的区别 之前最主要的区别就是说 我们的老王和小李 必须要先拥有这个weather station的引用 这样的话我们只知道没变化了 并不知道变化的数据是什么 所以说推模式就改变了这个特点 它就变成了把weather这个 变化量直接告诉你 那么你就不需要再去通过weather station的引用 再去get什么需要的东西了 这就是区别 好的我们同样的还是执行一遍刚刚的效果 去执行一遍 我们去看一下最终的效果 对吧 我们还是看到整个工作也是没有任何问题了 老王穿上羽绒服 小李打开空调开始除湿 对吧 整个逻辑都是正常的 都是没有问题的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推模式 好的 那同样的拉模式 我们要怎么去改造呢 拉模式的话就相对更简单一点 那我们就相当于这个地方 我们就不要传weather或者 不要传这个我们要通报的信息 而是把我们真正的subject 我们的real subject传过去 那就是那什么东西呢 就是就是我们的weather station 对吧 相当于我们的update的时候就去传过去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老王跟小李 相当于就是说 它就直接收到一个weather station的对象 然后它通过weather station这个对象 去获取它的温度 对吧 老王是这样 小李也是同样的 这个地方收到的是weather station 那么它也是去获取它的湿度 对吧 同样的 那我们的weather station的话 接口也会发生变化 这个地方推送的就是它自己了 而不是这个weather 那么所以说这个地方定义要发生变化 这个地方就是this 把自己传过去 然后我们再把weather subject 这个地方notify observer其实就不需要参数了 因为我们只需要update自己 对吧 那我们这个地方 就不需要任何参数了 这样就可以了 好的 那同样的notify observer 我们就不需要传任何东西了 对吧 notifyweather 其实我们就直接 直接掉到notify observer 就可以了 这个函数我们就不需要了 那么这就是一个拉模式的observer的一个写法 我们可以看到最大区别就是说 首先我们的定义的接口或者play里面 我们这个地方不需要再定义传任何参数了 对吧 然后我们更新的就是observer接收消息的地方 是会把real subject传过去 然后供它来使用的 好的 那我们还是再运行一遍看一下效果 好的 我们这次改大一点 比如说-29对吧 湿度我们改小一点 如果改成60 我们看一下效果会怎么样 这种会相同呢 这样不一样了对吧 那我们这个改成60之后 这个小李它就没有执行呢 看一下 好的 说明我们这个代码是有问题的对吧 这个地方其实是应该 小李是要获取它的 10度 大于50在开空调对吧 所以说这我们就只有一个问题 好的 我们再重新执行一遍 好的 所有的逻辑都正常了 对吧 没问题 这就是一个我们的拉模式的一个观察者模式 而我们上一讲的讲的所讲的观察者模式 其实也是一个典型的拉模式的 观察者模式 只是说它使用的方法是 不是靠在最后notify的时候去传 我们这个Vero Station的引用 而是在创建他们 observer的时候就把这个引用已经传递过去了 本质上他们都是拉模式的 观察者模式 好的 这就是拉模式与推模式的观察者模式 我们回到PPT再看一下 推模式的优点呢 就是说它很好的保护subject 降低了observer和concreate subject的额度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observer就是我们的老王与小李 对吧 它们其实并没有获得Vero Station的引用 但是呢 它又可以接收到所有的变化的信息 对吧 可以完成他们需要做的事情 这个就是推模式的一个优点 那它的缺点就是说 当变化参数凡多的时候 observer将收到大量无关信息 简单讲就是说 我们现在这个天气观察站 对吧 它只管湿度和温度 好像我们发一个weather对象过去 只有两个参数还好 那假设有一天它参数变得非常多 比如说它有风速 风向 什么是否下雨 然后是否晴天 然后什么河流的水位高度啊 然后什么地下水的状况呀 PM2L的状况啊 等等等等 当它的参数变得非常多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老王和小李将收到 非常非常多的我们的公安信息 这就是它的缺点 那么拉模式呢 就跟推模式正好相反 就是说 它在变化的时候呢 它需要通过observer 根据需要去取相应数据 就是说 我不管你参数有多么多 对吧 我不关心我只要我要的数据 那么就我们刚刚看到老王对吧 他需要温度 那么通过传规来的这个real subject 我们去调get它的温度 这样就可以了 那其他的参数我根本不去取 这是它的优点 那它的缺点呢 就是说 observer和 concrete subject的额图大大增加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老王和小李 他始终最终都必须得拿到 这个我们这个Veter Station的领用 因为他拿不到的话 他怎么去取数据呢 因为update的时候你什么都没给他 对吧 那么他必须要通过这个再去取数据 所以它的额图 就大大大增加了 就是老王和小李 与这个Veter Station的额图就大大增加了 这是两种模式的区别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场景的需要 来选择使用一种观察者模式 好的 最后呢 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JDK对观察者模式的一个支持 其实JDK呢 已经对观察者模式接口有定义 在JDK里面提供了Observable这个类 以及Observer这个接口 然后构成了JDK语言对观察者模式的 基本支持 然后我们还是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原码 然后我们 还是创建一个例子好了 我们使用一下 我们新建议工程就叫Java Observer 好的 那我们用JavaObserver 首先我们就 还是以刚刚的实例 我们需要一个Weather 对吧 Weather Station 我们Weather Station 它就直接继承我们这个 我们讲的 UML里面的Subject 就是我们这个Observable 这样的一个系列 然后完了之后呢 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去做 对吧 我们只需要在合适的时候去掉我们的 Notification 我们去通知我们的Observer 好的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我们就是比如说 还是跟刚刚一样的 我们简单一点 比如说我们就只有温度 对吧 Temperage 好的 我们简单一点 比如说我们就只有一个层数 Temperage 这是我们的温度 好的 那我们就提供两个方法 一个是set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get 对吧 get我们就不说了 我们在set的时候 我们做一个变化的处理 我们就notify observers 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们这个是java定义的Observable 所以说我们首先需要先调用一个方法 叫setChange 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附类说 我们这个发生变化了 然后再调用notify Observable 这样才会有效 好 同样的 我们去需要看一下我们的Observer 真正的Observer 老王和小李他们需要做什么 那我们还是先把老王充电出来 对吧 老王呢 他就直接去实现我们这个 Observer 接口 这个接口呢 他其实就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update 然后呢 分别介绍一下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 就是我们的red subject 其实在这里 其实就是会是Obeda Station 他会把自己传过来 第二个参数呢 就是相当于说是 我们red station这个地方 调用notifyObserver的时候 如果这个地方带了参数的话 然后这个地方就会收到这个参数 相当于说这是一个object 好的 那这个情况下 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 加网本身的设计呢 他其实是同时兼顾了推模式和拉模式 因为他把Observer传给你的 那这就是满足了拉模式所有的需要 他可以通过这个东西做一个强制转换 然后再去获取他任何有用的东西 那么另外呢 他也可以就是说定好一个对象 作为参数传过来 然后用户直接去得到这个传过来的对象 就行了 也不需要再通过这个Observer 再去拉什么 所以他既兼顾了推模式又兼顾了拉模式 同样的我们还是做一个更新 我们还是用拉模式的方式对吧 我们先把这个O转换成我们想要的Weather Station 说一个层子转换 然后第二步我们就去获取我们这个当前的温度 然后如果说小于零度 老王就穿上他的语言服 好的 同样的 那么我们还是把小李也生成出来 好的 同样的 那么我们还是把小李也生成出来 小李 它也实现这个Observer的接口 我们很快就把他的接口加上 Obs好了 我们使用推模式来分别给大家演示 然后呢 我们就定义还是定义一个Weather回向 来分别演示一下 向往原生的Observer同时支持的推模式和拉模式 那么它就只有一个变量了 就是说是我们的温度 给他一个Moment是0 好的 这个时候呢 小李就把这个upgrade 强制转换成我们的Weather 然后这个时候呢去取他的温度 如果大于30左右 小李就开空调 好 天太热了 小李打开空调 对吧 这就是一个逻辑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把Clent加上 然后我们做一个视野 对吧 首先我们还是要先有气象站 然后我们的气象站 老王和小李都需要去监听他的消息 对吧 所以说我们先把老王 扭出来 然后再把小李扭出来 然后这个时候呢 然后我们就把老王和小李 都注册到这个Player Station里面去 相信说他们都需要监听这个天气的变化 那我们就是R的Observer 这个时候直接就 可以把老王和小李就这样传进来了 然后最后呢 我们就实现这个天气的变化 就说我们发现天气变了 对吧 那我们就先设一个温度 比如我们先设一个40度 对吧 天空热 那我们看一下小李会怎么样 同样的 那我们过几天 对吧 现在是零下了 那又会怎样呢 好的 这个地方呢 其实还有一点问题 就是说我们刚刚新加了这个Weather 对吧 然后我们这个Weather Stepping 其实的Notify 并没有把那个Weather转上去 所以说我们需要把这个Weather 也转上去 先把这个Weather 这个对象 全用出来 然后我们把它的温度 设为当前的温度 然后我们把Weather转上去 对吧 现在小李才能收到有用的消息 好的 我们接下来运行一下实际 看一下效果 看第一步 温度到40度的时候 对吧 小李打开了空调 没有问题 然后第二个温度太低了 老王穿上了余奴 对吧 都没有问题 然后同时我们 小李这边 对吧 使用了我们的推模式这种方式 然后老王这边呢 我们使用了拉模式这种方式 然后同时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跟之前的Observer做一个对比 我们看到之前的Observer 我们需要额外定义一个 Observer和这个Weather subject 这两个东西 相当于说 Java的JDK 帮我们把这两个东西 替我们生命的 我们直接使用就行了 而且同时 我们的Weather station 对吧 这是之前的 什么注册啊 删除啊 通知啊 这些逻辑 在我们的G类里面 就是这个Observable里面 实际上已经帮我们做了 所以说我们的代码和逻辑 就减少了很多 这是Java提供的Observer支持 好的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